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3年十大国内军事新闻十大国际军事新闻 由来自中央军委各大战区各军兵种相关部门和国内知名高校研究机构的军内外专家评选产生 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制作 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3月10号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全票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一选举结果充分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充分体现了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的高度统一 因苏丹安全局势持续恶化 为保护中国在苏丹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军队于4月26号派海军南宁舰威山湖舰紧急赴苏丹 执行撤离我在苏丹人员任务 六天时间里南宁舰威山湖舰航程超过1140海里 共完成两批次1171人紧急撤离苏丹任务 彰显了祖国是海外同胞的坚强后盾 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0月29号至31号在北京举行 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800多名代表参会 论坛共举行了30多场会议 与会代表就共同安全持久和平的主题进行了对话交流 北京香山论坛进一步倡导平等对话 增进理解互信推动安全合作 11月13号至22号 中国军队与柬埔寨 老挝 马来西亚 泰国 越南军队 在广东湛江举行和平友谊2023多国联合演习 演习以联合反恐与维护海上安全军事行动为课题 分陆上方向 海上方向 组织分队联合训练 联合指挥演练和反恐反海道实兵演练 进一步深化军事互信和务实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固定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6周年之际 中央宣传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 潘朝 陈刚果 叶生学 袁伟 孙金龙 张美玉 李扬 顾爱云 赵丽 向月东 刘光明 张卫民 成林等13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他们是人民军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奋力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中涌现的先进典型 自2019年以来 两部门已联合发布了59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12月18号 甘肃临夏州基石山线发生6.2级地震 造成了甘肃 青海两地重大人员伤亡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文令而动 投入强险救灾 今年以来 华北 黄淮 东北等多地突发洪涝和地质灾害 人民子弟兵多次紧急支援 积极配合地方开展强险救灾 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人员法3月1号正式实施 本法对预备役人员领导管理体制 身份属性和分类 以及预备役军险 选拔补充 教育训练和晋级任用 日常管理 征兆 待遇保障 退出预备役 法律责任等做了全面规范 保障预备役人员有效旅行职责使命 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建设 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 11月23号 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在辽宁沈阳举行 25位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回到祖国 中韩双方从2014年开始 已连续十次成功交接93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 中央军委发布军人勋表管理规定 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这是中国军队首部全面系统规范军人勋表管理工作的重要法规文件 军人勋表也被称为军人胸前的荣誉墙 该规定丰富了勋表的内涵外延 实现了军人荣誉的外显化 凸显了我军红色基因元素 细化了岗位植物层级标识 规范了勋表的全流程管理 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 自2023年1月1号起施行 明确文职人员是在军队编制岗位依法履行职责的非服兵役人员 已区别于军队编制岗位的现役预备役人员 规定文职人员主要编配在军民通用非直接参与作战 且专业性 保障性 稳定性较强的岗位 既兼顾了从事军事职业的共性要求 又厘清了与现役军人的职责边界 有利于规范文职人员力量运用 感谢观看